在土木工程中 无论是斜坡、党土墙、公路、草坪等 排水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现今普遍使用的排水管设计 平均3-5年水管就会失效报废 必须大轻土木花费金钱更换 原因是现在的排水管设计 一般是水管周围开小孔 再包上防泥土进入堵塞水管的土工布 地面的水从上经土工布过雷进入水管 然后再排走 但是日积月累 土工布就会被沙泥淤塞 水管从此失效 土木层排水管就可以好好解决这个问题 使用寿命可以达到15-20年 土木层排水管下方开有小孔 上方密封 当水份的水准位置低于排水孔的入水位置时 由于管内外水压不同 水份就会因为洪吸原理 自动进入排水孔 再推动到V型主水道 最终排流出管道外面 由于水由下而上滲入水管 泥土不会进入水管 无需包紮土工布 从此解决于塞问题 这样就不需要再两三年一次施工换后 不单是安全可靠 还可以减低成本 水管 吐谷臣排水管的透水系数 大于每秒0.3cm 绝不顺于传统排水管全身的时候 只要定期检查 必要的时候用高压油性自尽清洗噴射窗 清洁排水管内的马蹄V型煮水道 排水管的连期和工作效率就可以增强 吐谷臣排水管可适合不同场地的铺设 吐谷臣排水管设计已经拥有多角发明专利 而且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用不同的资料和长度调整 无需暗槽溝,施工简易 如果需要更多的资料 请联系土谷臣生活科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